大家好,我是Stan 今年合約到期的TWICE 非常很有可能全員續約的消息 在韓國論壇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首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Melody Project是 TWICE各成員們的個人企劃影片 而最近TWICE成員成員 在粉絲論壇被粉絲們要求拍攝Melody Project的時候 成員回答 我們到10月為止影片行程都滿滿的 所以要拍Melody Project的話 聽說要在10月之後 所以Melody Project 我明年再拍吧 因為TWICE與JYP娛樂的合約是在10月份到期 所以很多網友們就認為 如果沒有要續約的話 成員是不可能跟粉絲們說明年這樣的話 所以應該就是確定續約了 上次就有很多人猜測 誰可能不續約什麼的 希望能全員續約來打臉他們 那麼多人說成員不可能會續約 現在成員給確定了續約 看團眾的話就感覺會全員續約 成員們都互相照顧 尤其子余真的很喜歡姐姐們 但是也有網友表示 難道現在能說 我不續約所以不能拍Melody Project嗎? 然後就算全員續約 其他成員也有可能不續約啊 尤其是有幾位成員 感覺對團隊不是很有情感 所以全員續約應該很困難 要有什麼樣的人格的話 在粉絲們這麼期待的提文底下 想要寫這樣的留言呢? 更何況 今天還是子余的生日 子余的生日? 生日快樂 真的非常希望 Twice能全員續約 讓我來打臉這個留言 啊! 小白! 下個消息是 6月13號 Lisrapping官方IG上傳了Lisrapping的日本nono雜誌八月份的封面照片 但因為照片中也有目前宣布停止活動的kingaram而引起了網友們的熱議 如果公司想要讓它退團的話是可以用P圖或者是重新拍攝或發送過去的 應該就是沒有想要讓它退團的想法 如果真要退團 就沒有必要讓它在日本宣傳的 看Kaza的髮色就知道是在出道前拍的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敏感呢? 是要讓雜誌社重新拍攝嗎? 這不就是在耍大牌 那些有名的演員被換掉決定重新拍攝 都是因為發生了霸凌爭議 就一個雜誌不能重拍? 像話嗎? 這是國內合約嗎? 是海外合約 所以應該也有逼不得已的情況吧 幹嘛要這麼瘋狂呢?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讓觀眾們哭爆的《以兵恩神演技》 因為接下來要給大家播放 《ウリザレプルス》的一個片段 所以擔心劇透的人可以直接跳過 好了嗎? 先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內容 因為《以兵恩》的母親 是無法再治療的癌症默契 所以兒子想要在媽媽離開之前 帶他去他想要去的所有地方 這醫生都住在濟州的 卻從來都沒有去過哈拉山的母親 說想要看哈拉山山頂活口的湖泊 《以兵恩》就自己一個人爬上山 為了母親用手機拍下《Pengnuk Dam》 然後對著鏡頭說 以後 以後兩個人再一起來吧的片段 演技已經超越了演技好的標準 根本就是住在濟州島的同層 其他就不知道了 演技是沒有人可以反駁的 我都沒看這部劇 只是看這段影片就要流淚了 演技真的是瘋了 我覺得演技是韓國第一 從來都沒有感覺差不多的演技 真的是那樣 煙喝那個很酸的飲料的時候 只有一片很面不改色 啊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Thank you 来了 对于一边刚的演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也很爱